盘点全球十大特种部队 救援 反恐 单兵作战 一应俱全 只要是你能想到的作战方案 都难不倒他们 美国大片中的海豹突击队 仅排第二名 其中中国特种部队最为神秘 甚至有外媒传言道 他们都会功夫 点个赞 看看他们超乎常人的能力 第十位波兰雷霆特战队 又称波兰机动反应作战部队 也是一支男女分配均衡的队伍 是在当年东欧巨变之后成立的 目的主要是为了非常规作战 以及反恐营救行动做准备的 平时的他们不动声色 更像是普普通通的士兵 但是一旦进入战备状态 他们的名声能让众多敌军丧胆 首先就是当年的伊拉克战争 面对伊军点燃油田引起的爆炸危险 雷霆特战队奉命出击 先是化身潜水员潜伏在油田附近 然后仅用三分钟的时间 就成功击毙了几十名守军 第九名也是世界上亮相特种部队中 人数最少的 法国宪兵特勤队 这是一支专门为了打击恐怖分子 所成立的特种部队 是欧洲最强的特种部队之一 不属于军队的管辖 只属领导人 但这个名字 似乎没有什么人听说过 但要说黑衣人特种兵 我想大家一定耳熟能详 他们以作战时的一身黑衣而闻名 他们成立于1973年 那个国际恐怖主义嚣张的时代 到现在 满打满算 不到一百人的小队 别看人数不多 参与的作战次数 以及击毙恐怖分子人数是最多的 根据相关数据显示 到现在 法国宪兵特勤队 执行了将近700次的反恐任务 成功解救人质近500名 击毙抓获恐怖分子超600名 而且最让人震惊的是 如此多的任务量 到现在 却仅有一人牺牲 也正是因为如此强大的功绩 让全球恐怖分子 对他们避而远之 排在第八的是 英国SAS特别空勤团 也是所有特种部队的前辈 是世界上第一支正规的特种部队 当年成立的目的 主要是为了对抗轴心国德国 击毙高官 摧毁重要政治中心 当年SAS所到之处 德国高层就像是热锅上的蚂蚁 躲都不知道要躲到哪里去 三年内 击杀了上千名轴心国高官 以及成员 还俘虏了超十万人 也因此称他们为红色魔鬼 二战结束之后 英军方将其扩建 命名为第22特别空勤团 简称SAS特战队 这也就是为什么 它排在第八的原因 因为现在的SAS 似乎没有那种 以一敌白小队作战的风格 更是像抱团取暖 共进退的味道了 但这并不代表 他们实力不咋地 他们也都是经过淘汰率 高达90%的层层挑选出来的 他们的教官更是狠辣 除了头都能吃的贝尔 一人单挑17名恐怖分子 还能带领100多人逃生的警官 都是SAS成员的战绩 盘点全球十大特种部队 第七名 俄罗斯阿尔法小组 也是被黑得最惨的小队 声称在他们面前 人质都得自己想办法保命 否则就会全部清零 为什么这样说呢 这就要提到 他们最黑暗的历史了 2002年10月23日 几十名车臣武装分子 闯入俄罗斯文化宫 将近千名工作人员 以及当时的观众绑架 阿尔法小组奉命出击 由于政府又想保证大楼不被摧毁 又想成功救出人质 还能击毙恐怖分子 于是 他们用了一个好办法 将无色无味的麻醉气体 灌入通风口 把人质和恐怖分子都迷晕 最终计划也成功得逞 虽然阿尔法小组 没有一人受伤 但不幸的是 因为毒气用量没有控制好 被全间的不仅仅有恐怖分子 还有130多名人质 所以 他们才有了这样的调侃语 但实际上 阿尔法小组成立于1974年 当年在筹办莫斯科奥运会期间 发生了恐怖组织截击的事情 苏联政府为了保证奥运会顺利实施 才成立了阿尔法小组 有传言说 普大帝曾经就在这里服役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他们最出名的战斗 是在阿富汗战争期间 1979年 阿尔法小组近30名成员 突破了有几千名护卫的总统府 仅用43分钟就完成了对总统阿明的斩首任务 之后 虽然苏联解体 那段时间被隐藏了起来 但仍然不影响他们的整体实力 第六名 以色列总侦察营 也被网友们调侃为沙漠野小子 要知道 以色列常年受到战争的威胁 所以 成立的特种部队有八支 但这支部队 是以色列特种部队中最为神秘的 成立于1957年 主要任务也是为了完成反恐行动和敌后侦察 他们的成名之战 是在1976年的乌干达恐怖事件 一架满载以色列犹太人的飞机被劫持 以色列军方立即派出野小子出征 可谓是千里奔袭 两分钟击毙恐怖分子 整场救援行动 仅用了53分钟 也正是这场被称为完美的救援反恐行动 让以色列野小子闻名于事件 第五名 德国反恐大队 这个名字你估计不知道 但要说到游戏里的反恐精英CS 你肯定耳熟能详 据说 这个部队就是游戏的原型 他们最神秘的是 只有国家高层领导人受到威胁 或者大规模的人质劫持 谋反的时候他们才会出现 其他的小型活动 他们根本就不会亮相 他们建立的原因 是因为1972年的 德国慕尼黑运动会的惨案 当年由于缺乏反恐经验 以及专业的解救知识 导致人质和恐怖分子共同死亡 德国政府懊悔不已 下令必须组建起一支强大的反恐部队 五年后 德国反恐大队强势归来 在摩加迪劫机案件中 德国反恐大队一血前耻 仅用100秒 就成功结束了战斗 现如今的他们 也已经成长为德国的历任军队 盘点全球十大特种部队 第四名 当今世界上公认 装备最精良 考核最严格 资金最雄厚的 美国三角洲特种部队 该部队也是效仿SAS成立的 而且选拔极为严格 情报 医疗 通讯 甚至是财政金融 你都得会 各种汽车 坦克 飞机 船只 还都得会驾驶 一样不合格 你就被淘汰 留下来的人 也是纯纯的实力代表 阿富汗战争 伊拉克战争 活着萨达姆 都有他们的身影 是不是有股美国大片的味道 也没错 很多美国大片 都是根据他们的行动 真实改编的 那为什么 如此强悍的实力 却仅排第四呢 或许是因为 这支部队 不受美国政府承认 也有人说 这是老美为了隐藏实力 因为这里的人 都是机密一般的存在 你觉得到底是为什么 可以在评论区 说出你的看法 第三名 美国海豹突击队 也是美军最著名的队伍 世界各地人 不会没有人 没有听说过他们的名号 他们的前身 是水下爆破部队 也正是因此 海豹突击队 隶属于美国海军 他们最狠的 就是为了训练队员们的意志 只能睡觉四个小时 但可不是一天睡四个小时 而是六天午夜 只睡四个小时 这样的淘汰法则 也难怪能留下来的人 都是王中王 他们出名的战斗 就是911事件之后 22名海豹突击队员 40分钟对本拉登完成斩首 让他们名仰海内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千年老二 俄罗斯信号旗特战队 和阿尔法小队一样 隶属于联邦安全局 选拔程度 和我们前文 阿尔法小队的制度一样 这里我们就不详细介绍了 但不一样的是 信号旗特战队 似乎被披上了一层面纱 让你对他若隐若现 所以说 听说这个战队的人很少 而且他们主要活动的范围 在境外 有人说 这是俄罗斯 为了隐藏起一支特种部队的实力 那些展露头角的事情 都让阿尔法小队去干 这第一名 也是争议最大的 中国的天狼突击队 雪豹突击队 雷神突击队 似乎他们都有登顶的实力 有人说 这仅仅只是针对反恐公开的特种部队 最强的都是最神秘的 不到关键时刻 是根本不会展露头角的 也有人说 唯一遗憾的是 他们虽然实力强悍 但都是执行的一些小任务 没有经过大型战斗的洗礼 但我们第一支特种部队 是中国人民志愿军 骑袭白虎团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此结束了 大家对于这些特种部队 还有什么想了解的 或者有什么意义 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